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著名料理研究家间大型连锁公司 Tobon Korea代表Pik Jongwen 正面临旗下品牌Yondon Bulgats 店主们向公平交易委员会举报的危机 根据6月17号的媒体报道 Yondon Bulgats的店主们要求保证最低收益率 并决定发起集体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提出举报 他们计划于18号在Tobon Korea总部前集会 以进一步推动其诉求 店主们批评道 总公司在招募加盟店时 以虚假和夸大的销售额及收益率作为承诺 尽管店主们因此受到损失 他们至今仍未提出任何对策 根据全国加盟店主协会的表示 Pik Jongwen的Tobon Korea总部 以每月销售额预计超过3000万韩元的预估数字 吸引加盟店主 但实际销售额甚至未达到预估值的一半 因此店主们要求降低必需品价格 或提高产品销售价格等对策 并要求实施负责任的品牌管理 但总公司并未回应他们的要求 根据在公平交易委员会登记的 Yondon Burgos加盟事业信息公开说 如果销售额为1500万韩元 收益率为7-8% 那么店主每月实际拿到的钱 仅有约100万韩元 同期Tobon Korea总部的销售额 从2820亿韩元增加到4100亿韩元 增长了45.4% 当期净利润也从159亿韩元增加到209亿韩元 增长了31.4% 此外在2021年至2023年间 新开的83家店铺中 目前存续的不到30家 店主B先生表示 Pitron自称是餐饮店的问题解决专家 但为何对自家品牌却不管不顾呢 店主们表示 去年12月 他们向经济道加盟交易事业 纷争调解协议会 申请了纷争调解 在上个月的调解过程中 调查员提出了一个仲裁方案 建议对每家店铺 进行一定金额的赔偿以弥补损失 但总公司拒绝接受此方案 对此投奔库利亚表示 在签订合约时 我们客观且合理地提供了 全国门店的平均销售额 成本比重及损益等数据 并未涉及任何虚假或夸大的情况 此外从2022年11月至2023年8月期间 我们已将主要菜品的原材料供应价格 平均下掉15%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另一方面 最近Pitron因自家中式品牌 轰空半截0410 接连收到顾客们的差评 所以Pitron1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拍摄了紧急检查加盟店的影片 并通过重新制作食谱影片等方式 呈现了努力解决问题的形象 但许多店主们拒绝接受Pitron1的解决方案 这使得问题解决进展变得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预估销售额正如其名 仅是预估而已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就被举报 真是笑话 我知道你们很困难 但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相反的 如果实际销售额超过预估 你们也不会把多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吧 重要的是 店主们的收入减少了40% 但总公司的收入却增加了30% 我觉得他这次利用哄哄半点的事件来拍影片 事后才开始进行本来就应该做好的管理 还因此受到赞扬 真的很可笑 他应该先管理好自己的品牌 平时就要做好管理 而不是只顾着给其他自营业者提供解决方案 他们自己不也是为了减少风险才开加盟店的吗 自己不开发食谱和菜单 只是按照现成的食谱曼 还想每月赚300万 这也太像强调心态了吧 我对Picture的连锁品牌完全失去信任 他连自己的连锁店都管不好 还在那里说三道四 真是可笑 所以我连他的节目也不看了 这怎么能怪Picture呢 一开始因为宣传效果人们排队去吃 但之后应该是店家好好经营才对吧 我也排队买过一次 但因为不是肉质饵是油很多 觉得太腻了 这不是恒人问题吗 我那次吃过之后就再也不吃了 作为艺人的Picture我挺喜欢他的 但他的连锁店我是不碰了 吃过几次都觉得不好吃 真是让人失望 世界上哪有总公司能再开连锁店时 保证你们一定能赚到这个金额的 通常只是预估说 可以达到这样的销售额而已 如果有这样保证的总公司 我也愿意加盟那个连锁店 所以对于加盟店主们要集体举报Pictur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真是什么地方 感谢盟店的